好啦 小朋友坐好啦 我們來講這本汪汪花寫的吵架了 你有沒有常常跟姊姊吵架? 沒有 沒有 還好 還好 皮皮兔跟胖胖豬吵架了 跳跳猴就勸他們 不要吵了 你們是好朋友 胖胖豬跟皮皮兔同時就說 從今天開始我要跟你一刀兩斷 他們又同時伸出手來 把我的東西還給我 皮皮兔扛了一袋禮物 那是胖胖豬送的 胖胖豬也提了宜蘭的東西來 那個是皮皮兔送給他的 那以後你們要吵架 姊姊有送你東西嗎? 沒有 你有送姊姊的東西嗎? 沒有 我有送姊姊的東西 你送姊姊什麼? 不重要的東西 那要還嗎? 一定要 一定要 胖胖豬看看籃子裡的東西 小皮球是我送的 橡皮擦是我送的 但是鉛筆盒不是我送的 胖胖豬就把鉛筆盒還給皮皮兔 別把你的東西亂送人 皮皮兔檢查袋子裡面的東西 水壺是我送的 鉛筆是我送的 但是跳繩是我媽特別買給你的 她希望你多運動 你留著吧 她媽媽這麼好還照顧她的朋友 對啊 胖胖豬跑太慢了 跳太低了 兔媽媽送的跳繩有特別的意義 希望她變成怎麼樣? 陰影到很高小 胖胖豬拿著跳繩 說了聲謝謝 現在開始我們一刀兩段 兩刀四段 不要在一起玩了 她數學很好 兩刀四段她都算出來了 她們一個往東一個想往西 花花雞 跑來要大家玩桌民場 你們要不要玩? 兔兔跟豬豬兩個分開做 她們不要講話了 跳跳後呢她就刷刷頭 哎呦他們已經一刀兩段了 一刀兩段 胖胖豬呢想了一下 其實我們可以暫時把切斷的地方連起來 來捏起來 捏起來 好啦 皮皮兔也說 對對對我們等一下再一刀兩段 結果跳跳後怎麼樣 歡呼一聲太好了 這樣大家可以一起玩 我當鬼看誰跑得最慢 我來抓你們了 這個猴子她就要當鬼來抓他們 猴子跑最快對不對 這隻馬上就抓到了 哎呀怎麼辦 我要躲在哪裡 皮皮兔呢 慌了手腳 結果胖胖子就說 好我們去這邊 我們去草叢躲起來好不好 胖胖豬呢就指著前方 皮皮兔說 好好好躲在那裡 皮皮兔呢牽著胖胖豬呢往前跑 快快快你要跑快一點 胖胖豬就提醒他 噓噓噓你要小心一點喔 不然那個猴子會聽到 然後兔子就說好好好小心一點 我們跑快一點喔 他們就互相說 那天呢他們每一節下課都一起玩喔 那天放學他們手牽手一起回家喔 一刀兩斷的事情怎麼樣 好像被風吹跑了一樣 他們忘記了 嗯 唉唷 吵架的故事講完了呢 妳跟姊姊是常常這樣子 哪有 吵著吵著 結果下一秒有兩個一起玩 好像剛剛沒有吵架一樣 對啊 好啦 這還有第二個故事耶 我們來聽聽看好不好 撒了一塊雞木 喔 哪一塊雞木不見呢 撒了一塊肉 那很可怕 撒了一塊囉 我知道了 撒了一塊肉 好我們來聽聽看這個 撒了一塊雞木發生什麼事情好不好 上壓老師呢發雞木喔 皮皮鬼呢打開一看 啊我的雞木撒了一塊 老師就問說 撒了哪一塊呢 他說三角形 三角形不見了 撒了他我怎麼玩 皮皮兔呢 就嘟著嘴巴喔 結果三壓老師就說什麼 不要急喔 我們一起來找找看好不好 大家呢 就把教室找了一遍 怎麼找卻都找不到三角形喔 你看花花雞跟胖胖豬 也都在幫他找 怎麼辦 胖胖豬呢 就安慰皮皮兔 撒一塊雞木沒有關係啦 皮皮兔就說 我要跌大樓啊 少了一塊 樓房就不夠高了 做機器人會少了什麼 一隻腳 那怎麼站得起來 花花雞就笑著說 那我的三角形雞木給你用喔 他就借給他 皮皮兔就說 你的雞木給了我 那你怎麼辦 花花雞就說什麼 我只想蓋小房子喔 不用那麼多雞木啦 花花雞有沒有很棒 相親相愛 我兩個相親相愛 真的喔 要做大喔 好不好 拜託你好好照顧我女兒 空氣中就是有灰塵 他就會這樣慢慢慢慢飄到 你的櫃子就長灰塵 所以他每天擦 每天要整理家裡啊 那什麼時候要擦 禮拜六禮拜天啊 你沒有上學就自己去擦 大家開始往雞木喔 那什麼胖胖胖胖豬呢 堆了一座棕樓 皮皮兔呢 咦 棕樓是這個 皮皮兔呢 煮了一床摩天大樓 花花雞的小屋呢 有四面白牆 紅色的屋頂 皮皮兔大叫 你看 少了一塊雞木 連屋頂呢 都破了個洞耶 怎麼辦 花花雞叫大家趴下來喔 從小屋門口望出去 從小屋門口望出去 如果我躺在這裡頭睡覺 就可以看到天空 那是我的天窗 是三角形的喔 蓋完了房子 坐車子 胖胖豬做了消防車 皮皮兔組了艙車 花花雞呢 拉著小火車 嘟嘟嘟的走來喔 糟糕又少了一個三角形 皮皮兔笑他 你的車廂破一個洞 還是三角形的喔 那花花雞說什麼 人家笑他 他有沒有很難過 沒有 沒有 他是說窗戶 花花雞呢 就笑著說 我的火車呢 最多節喔 客人呢 要先從三角形的大門進來 跟我去逛街 嘟嘟嘟 嘟嘟嘟 小火車呢 到了門口 一排小螞蟻呢 就來搭車了喔 嘟嘟嘟 小火車到了校園 炸蒙跟青蛙也上車了喔 小火車呢 少了一塊漆木 可是卻多了好多乘客喔 這下子 連胖胖豬啊 皮皮豬 也用雞木推過來了喔 他們用雞木 接成一列很長很長的小火車 快點 他們兩個不是吵架嗎 他有兩個故事 前面是吵架的 後面是堆積木 那是載滿了笑聲的小火車喔 這好像不只兩個 後面還有第三個對不對 對 有畫給爸爸的海報 媽媽繼續講 你幹嘛 看一下到第幾個而已 第三個啊 沒有到第三個 沒有到好幾個啊 只有三個而已 封面 那封面是什麼 吵架了 第一個故事是吵架 所以封面就是吵架了 棒球比賽快要開始囉 小熊呢 卻還在畫海報 前面有念嗎 有啊 卻還在畫海報 那個是要送給爸爸的生日海報 他細細的筆 他拿細細的筆畫草稿 然後再慢慢的上顏色喔 嘎啦啦 小猴子拉開了窗戶 小熊你畫好了沒有 小熊剛畫好第一朵花而已 還要畫九朵花喔 畫完趕快來球場上 小猴子關上了窗戶 蹦蹦跳跳就走了 他找他去玩球 太陽很溫暖喔 小熊努力的 著顏色 奶油白 草莓紅 結果門又被打開 嘎啦啦的 小袋圖就探頭問 小熊你畫好了沒有 小熊頭也沒抬喔 第二朵花的花瓣要畫十種顏色呢 小袋鼠說 等你畫好太陽都下山了啦 小熊也想去打球啊 可是他送爸爸的海報不忍隨便喔 他說你們先玩 我畫好了再去找你們玩 他很認真在畫海報送他爸爸喔 小袋鼠說 小袋鼠說 那我聽你打之前的一打喔 講完他就走了喔 一盛涼風呢 從窗外吹了進來 幾片落葉飄在海報上 第三朵花呢 第三朵花上面黏著落葉 結果小猩猩來了 小猩猩呢 拿著手套經過喔 你還沒畫好喔 球賽都打一半了耶 小熊呢就燒燒頭 不好意思喔 棒球比賽天天打啊 可是爸爸比生日一年才一次而已 他要把海報畫好 小猩猩笑了一下就說 好吧等你畫完趕快來喔 小熊揮揮手 送走的小猩猩 他要開始畫第四朵 剛剛第三朵有個落葉喔 在這裡 他要開始畫第四朵囉 這一朵呢 像窗外的白雲第四朵 軟軟的柔柔的花 爸爸看了一定會很喜歡嘛 第五朵該畫什麼樣的花呢 小熊自言自語喔 窗外突然傳來一陣笑聲喔 是小猩猩 小袋鼠跟小猴子 他們探頭去哪問 你畫好了嗎 還沒喔 小熊有點不好意思喔 他還沒有畫到第五朵花 大家互相看了一看 同時笑了起來 我們幫你畫 畫完了大家一起去打球好不好 小熊拉開門就說 好好好喔 請朋友進來 大家一起畫海報喔 那種感覺很棒喔 你看 十朵畫畫完了 有十朵嗎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真的有十朵 講完了 所以這故事說什麼 大家要互相幫忙對不對 對 趕快把作業寫一寫 就可以出去玩了 我要寫我的作業喔 真的很棒 那故事說完了喔 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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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喔